好,再来工程问题 嗯,这种提醒啊,老师喜欢用国小的方式解 其实比较简单 有一个工程 阿美独座24天完工 那阿力独座12天会完工 如果两个人先合作两天 再由阿力独自完成 那阿力需要再做几天 好,当然还是要用XS讲给你听 但我还是再强调一遍 这种题目 用最小公倍数才是最豪解的 第一个 呃 我先知道说阿美24天会完成这个工程 所以阿美一天哦 他一天会做几分之几 二十四分之一嘛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叫做阿力 好,阿力一天会做几分之几 12天完成 所以他会做十二分之一 这应该是OK的 再来 那我说 呃 如果两个人先合作两天 你知道吗 先合作两天 再由阿力独自完成 所以我的 如果真的要列算式了 我就说 设 再 他自己再做XS天 目前OK吗 好 再来哦 我的列势就这样列 你写太大了 好,过来 我的列势就这样列 两个人先合作两天 嗯哼 二十四分之一 他一天贡献的 他一天贡献的 两个人 乘上两倍 这就是他们两天做的量 好 再加上阿力一天是十二分之一 他再做几天 XS天 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完 所以就会等于1 这就是列势 好,阿力完势之后 我们来开始解吧 二乘进去也可以 我直接乘好了 所以他叫做十二分之一 加六分之一 加十二分之一倍的X等于1 同乘个十二倍 得到2 有没有觉得我很偷懒哦 我连分数加减我都懒得约了 所以乘十二 这里叫做1 2 X等于 不要错哦 后面也要12 所以X就等于 左边是3,12减3就等于9 所以答案叫做9天 好 听得懂 我再往下 那你说老师 国小的方式怎么做 我会这样做 你知道24跟12的最小公倍数叫做 24 所以我就假设 这整个工作啊 有24分 所以他一天做一份嘛 因为24天做24分 一天做一份 那阿力呢 12天完成 总个工程是24分哦 12天才会完成 所以他一天做了 两份 好 再讲一遍 有一个人一天做一份 一天做两份 那目前呢 他们两个人先合作两天了 所以1加2 两个人一天可以完成三份 乘以2 6份 所以24 减掉6份 就是剩下的分数 可是阿力一天是做两份啊 再除以2就好了 18除2 9 所以就等于9天 OK 国小的方式 这种题目简单太多了